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登山频道 最近一直看到朋友们去海岛那边游玩 看到我的心都痒痒的 你们是不是和我也一样只能看这照片流口水呢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去海岛 但是我们可以讲关于海岛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什么呢 就是美丽海岛布拉雷尔曼的神话故事啦 还记得两年前我去布拉雷尔曼的时候 许多人都以为我会去那边玩水 毕竟那边是许多潜水爱好者的天堂 可是我去那边绝对不是为了潜水 而是为了岛上的美丽的龙角山 以及美丽的千年榕树 所以说奥尔曼岛只有美丽的海底世界呢 今天我就来和你们分享不一样的布拉雷尔曼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啦 追追岛岛布拉雷尔曼位于马来西亚半岛的东海岸 距离吉隆坡大约350公里 那里有浩瀚的蓝色海洋 白色的美丽的沙滩 热情的热带雨淋 是许多潜水爱好者的渡假天堂 也是许多户外请硕 iii 玩家的渡假圣地 美丽的地方总是伴随着许多的神话故事 那么刁曼岛自然也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中国的龙公主爱上了新加坡的王子 那么有一天她突然间心血来潮 想去新加坡看望她来爱人 那么这位美丽又强大的公主 在出发前展开她那庞大的翅膀 在她的国土上飞行巡逻一圈 确保她们都安居乐业之后 才放心地展开翅膀飞向空中 准备到另外一个国度去找她的爱人 这一飞就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虽然途中的她已经觉得疲累不堪 可是为了浓浓的思念 她还是坚持住决定继续前进 可是没想到突然迎来了一场暴风雨 疲惫不堪的她终于抵受不了疲累 于是就在海上寻找着一个可以歇息的地方 她发现到在南中国海有一块清澈的海水 于是就决定在这里休息 龙公主轻轻地躺在柔软的海水之中 看着天空中美丽的蓝天白源 在温暖的阳光照射之下 她完全把自己放松在这块美丽的地方 然后沉沉地入睡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当龙公主听到一些声音而醒来的时候 她发现有许多动物出现在她的周围 有顽皮的猴子在她身上跳动 还有器材鱼儿在她周围悠悠 甚至还有游客躺在她肚子上休息 当龙公主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 也被自己所营造出来的气氛所迷住了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被封闭在宫殿内 而是应该成为海洋中的公主 守护着每个需要她的人民 于是她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 她利用自己超强的力量 把腿埋进了海底的深处 变成了海底的岩石和珊瑚 然后再把庞大的翅膀展开 并把它们变成了树和丛林 覆盖着她的身体 接着她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包括那些围绕在身边的动物们 以及小生命 热爱的大海洋 以及那一片她永远不会再穿越天空之后 就把自己完全的变成了一座岛屿 成为了大洋中一个温暖的庇护所 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叼曼岛了 从来都不知道 叼曼岛原来有这么美丽的一个传说 那么前面提到说 叼曼岛有两个美丽的景点 其中一个就是 高高地属于在 叼曼岛南海岸的龙脚山 Dragonhorns 在叼曼岛的钢峰木棍 有一座双峰山 顶部较平的就是西木库山 Gunong Nene Sengkut 而最新山顶的则是西卫山 Gunong Batu Sengmau 这两个巨型的山峰高越七百米 从远远看起来就像龙的两个脚一样 也是叼曼岛最引人注目的自然地表 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叫做Dragonhorns 龙脚山 有人说这就是传说中龙公主的脚 那么据说龙脚山是龙公主在牺牲自己过后 留在岛上的最后一点象征 营绕这三边的雾气呢 就是它所孤出的气体 所以龙脚山总是长连云雾营绕 就像是龙公主呼呼大睡一样 那么有人说在这里 依然可以感受到龙公主的灵魂 保护着岛上的所有居民和旅客 以及一切的日常生活 那么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 龙脚山拥有四百米高的花岗岩 也是东南亚拥有最长攀岩面积的峭壁 是马来西亚最大面积的攀岩墙 攀岩难度是美国Sierra第五集 自从2000年第一次被Scotty Nelson和Nick Tomlin政府过后 从此就有极少数的人能够成功挑战这两座高难度的龙脚山 那么如果想要体验攀岩活动的话 岛上的甘宝尼巴有提供相关的配套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咯 那么另一个美丽的景点 就是在甘宝巴亚附近的千年龙树 The Mother Below 看着这个庞然大物 真不知道它到底活了多少年了 只见乱种有趣的树藤攀附在庞大的石头上 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那么石面上还有衣服这个软梯子 有客呢是可以爬上去拍照的 但是一切都要小心就对了 听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刁曼岛更加迷人了呢 我觉得有故事的地方总是让人着迷 尤其刁曼岛上其实还有更多地方等着我去探索 所以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为止了 想要找更多好玩的东西 或者马来西亚登山详情 欢迎登陆我的部落格 www.lefeeling.com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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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